今天我们要学习到的是第13课 时间 本课的主要内容呢 同样也是三个部分 发音练习 生词 和常用语句 好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要学习到的发音练习有哪些 大家是不是还记得 在上一节课的课程当中呢 老师给大家讲到了 中辅音 以及高辅音的拼音规则呢 大家现在来回忆一下 上一节课我们学到的主要内容 中辅音 首先来回忆一下中辅音的拼音规则 中辅音在与常缘音相拼的时候 发的是第几声啊 发的是第一声 那么中辅音 在与短缘音相拼的时候 发的是第几声啊 发的是第二声 那么中辅音 在和特殊缘音相拼的时候呢 同样发的是第一声 还有第四个中辅音的拼音规则呢 就是中辅音 凡是出现有声调符号的 就按声调符号来发音 所以中辅音总共就能够发出五个声调 好 好那我们下面呢 再来回忆一下有关高辅音的拼音规则啊 那么同样首先高辅音如果和常缘音相拼的话 要发哪一调哪一个声调呢 对是发第五声 那么高辅音 那么高辅音在与短缘音相拼的时候呢 和中辅音与短缘音相拼是一样的 发的是第二声 那么高辅音和特殊缘音相拼的时候 发的是哪一声啊 同样是第五声 那么高辅音 有声调符号的时候呢 同样也是遵循了 标什么样的声调符号呢 就按他所标示的声调符号来发音 但是重要的一点是 但是高辅音呢 在日常的单词里边使用里边呢 只会出现到第二个声调符号和第三个声调符号 啊大家一定要记住了 那么总结归纳起来了 那也就是说高辅音呢 只能发三个声调 就是第二声第三声和第五声 好那么我们马上来看到 今天我们要学习到的低辅音的拼音规则 好首先我们来看到第一点 低辅音的拼音规则 首先看到的是低辅音 与我们的长缘音相拼的时候 发的是第几声呢 低辅音与长缘音相拼的时候 同样的发的是第一声 这个呢跟中辅音的拼规则的第一点呢 是一样的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例子 好首先看到第一个 是我们的低辅音 和长缘音 啊相拼 发的是 好我们来看到第二个 是我们的低辅音 和我们的长缘音 相拼 好我们再来看到第三个 这个是我们的低辅音 哪个低辅音啊 那么长缘音是哪个长缘音呢 小嘴的 哦对吧 那么这两个相拼就是 好紧接着看下边这个 这个是低辅音 那么这个两个小拐杖呢 就是大嘴的 那么好 再来看到下一个 低辅音 那 和长缘音哦相拼呢 就是那 好 再来看到下一个 是低辅音 那 长缘音是哪个啊 m 咬紧牙关的 对吧 拼起来就是 m 好 再来看最后一个 低辅音 了 长缘音是哪个啊 了 了 就是了 了 好 那大家一定要记住了 低辅音和长缘音相拼的时候呢 它发的是第一声 和中辅音是一样的啊 中辅音和长缘音相拼的时候呢 也是发的第一声 好的 我们再来看到第二个 音规则 低辅音 与短缘音相拼的时候呢 发的是 哎 发的是 第四声 第四声 第四声是哪一个声调啊 大家还记不记得呢 如果不记得的话 大家就从头开始回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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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第四个声调就是 啊 第四声调就是 啊 那么 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当低辅音和短缘音相拼的时候呢 发的就是第四声 啊 啊 那我们直接来看一下例子 首先看到第一个单词 是我们的低辅音 可 那么上面呢 是短缘音的 以 以 可 以 可 以 然后发成第四调 可 以 其 其 注意了 一定要发成第四调啊 其 其 好 我们再来看到下一个 低辅音 超 下边那个是短缘音的 五 超 超 然后发成第四调怎么发 出 出 好 再来看到第三个 同样的是我们的低辅音 头 与我们的短缘音 啊 头啊 然后发第四声 他 他 他 大家一定要 在发音的过程中 注意了啊 是和短缘音相 相拼的 那么呢 发音呢 就是短促的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好 再来看到下一个 低辅音 然后两个小拐杖的 还有两个小蝌蚪的 是大嘴的 然后发第四调 好 我们再来看到下一个单 下一个单词 低辅音 那个 有点像后鼻音的那个低辅音啊 然后这个 是 我们的哪个短缘音啊 大嘴的 然后发第四声 好 再来看到最后一个 是我们的低辅音 然后是我们的短缘音 对吧 那么 然后发成第四声 好 大家一定记住了 这是低辅音的 前两条拼音规则啊 低辅音的第一条拼规则 低辅音与长缘音相拼 非常的好记 和中辅音一样 发的是第一声 那么 低辅音和短缘音 相拼的时候呢 就不同于中辅音和高辅音 短缘音相拼的时候的规则了啊 它非常的特别 发的是第四声 一定要记住了 发的是第四声 那么哪个是第四声呢 啊 啊 那个非常上扬的那个声调 就是我们的第四声 好 我们往下看 好 我们来看到第三点 低辅音 注意啦 是低辅音 与我们的特殊缘音相拼的时候呢 我们发的是 同样我们发的是第一声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规律呢 凡是任何的辅音与特殊缘音相拼时候 所发的这个声调都与这个辅音和长缘音相拼的时候 发的那个声调是同样的声调呢 中辅音和长缘音结合的时候发的是第一声 那么它与特殊缘音相结合的时候也是发的第一声 而高辅音呢 与长缘音相拼的时候发的是第五声 那么它在与特殊缘音相拼的时候呢 也是发的第五声 同样的看到我们的低辅音 它与特殊缘音相拼的时候呢 发的是第一声 那么它与特殊缘音相拼的时候 也是发第一声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下边举的例子 第一个例子 第一个词 同样是我们的低辅音 那么和我们的特殊缘音 相结合 好 我们再来看到第二个 是我们的特殊缘音 发 发 成词音 发 与我们的特殊缘音 爱相结合 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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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来看到第三个 是我们的弹声音 跟我们的特殊缘音 am相结合 am相结合 bram 就是bram bram 好 我们再来看到下一个 第一辅音 yo 和我们的特殊缘音 我们的特殊缘音 yoy yay yay 好 看到最后一个 低辅音 mo 和我们的特殊缘音 ao 好 mo 大家一定要记住 特殊缘音 低辅音 与特殊缘音 相拼的时候呢 发的是第一声 我们再来看到第四点 低辅音 与缘音 相拼的时候 有声调符号的时候呢 发音要向后推移调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句话啦 有声调符号的时候呢 一定要向后推移调 是什么意思呢 好 我们来看下一句话就解释啦 也就是说 假如说 我们这个声调符号呢 标的是 第二声 这个第二声的声调符号的时候呢 发音的时候 往后推 二的后面呢 就是三 那么标的是 第二个声调的时候呢 我们发音呢 要发第三声 好 我们看到 如果它标的是 第三声的声调符号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发的是 第四声 低辅音 在与缘音相拼的时候 有声调符号的时候 发音呢 要向后 要向后 记住了 向后推移调 什么意思呢 就说 当你看到这个声调符号标的是第二个声调 也就是发啊 这个音的时候 标的是啊 这个音的声调符号的时候呢 它的音呢 不是发第二声 而是发到第三声 就是发的声调的声调符号的声调符号的时候呢 都是按照声调符号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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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候呢 标第三声的时候呢, 把第四声啊, 我们马上来看一下下边这个例子, 好, 我们先看到第一个, 第一个按道理来说啊, 标的是第二声, 我们来看, Ko和A, 就是KoA, 然后法第二声, KoA, Ka, 对吧, 它标的是第二声啊, 我们看到的是第二声的符号, Ka, 但是, 我们马上要反映出来了, 第一符音和原音相聘的时候, 出现声调符号的时候, 它并不是按它所标的声调符号发音, 对吧, 它要往后推, 那么, 标的是第二个声调符号, 照常理来说应该发的是Ka, 但是往后推一个, 就要发成第三声,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单词发的就是Ka, Ka, Ka, 好, 我们再来看到下一个, Ko和A, KoA, 然后发成第二声, 原本啊, 如果我们来按照, 按照它的这个标出来的声调符号的话, 我们是要发第二声的就是Ka, 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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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Ka, 但是呢, 第一符音的拼音规则告诉我们呢, 并不是按照它所标出来的这个声调符号发音, 而是要往后推一个, 就是, 意思就是标的是第二声, 我们要发的就是第三声, 那么这个单词我们就要发成, 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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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好的, 一定要注意了, 这两个呢, 发音是相似的啊, 但是前一个是跟短缘音相结合的, 那么它发音上呢, 就是短促的, Ka, 而后边这个是长缘音, 我们就要发成, Ka, 大家在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区分长短缘音,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个例子, 低缘音, Ka, 和长缘音, 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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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我们看到了, 它标的是第二个声调符号暗常语来说, 我们应该发成, Ka, 对吧, 但是, 它是低缘音, 注意了, 它是低缘音, 那么, 反应出来的就是要往后推一个声调的发音, 那么, 这个单词我们就发成, Ka, Ka, 好, 我们再来看到下一个, 下一个, 低缘音, Ka, 和特殊原因, I, Ka, Ka, 看到它标的是第二声, 按长语来说, 我们应该发的是, 第二声的声调啊, 但是, 马上反映出低缘音的拼规则, 如果按长语来说, 我们应该发成, Ka, 对吧, 但是, 马上反映出低缘音的拼规则, 就是往后推一个声调, 那么, 这个单词我们就要发成, 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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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 我们来看到下一个, 我们直接来反应啦, 他要第二声调, 那么我们就直接反应成, 他要发第三个声调符号, 发第三声, 那么这个单词就是, 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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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再来往下看啊, 低缘音, Ka, 长远音, 啊, 好, 我们来看到, 这个标的是哪一个声调符号啊, 来看到这里, 这个标的是哪一个声调符号啊, 标的是第三声的声调符号, 按常理来说, 他应该发的就是, Ka, Ka, 对吧, 第三个声调符号, 但是呢, 我们要反应出, 低缘音的拼音规则, 他就要往后推, 标的是第三个声调符号的时候呢, 就要发第四个音调, 那么我们就要把这个单词发成, 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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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再来往下看这个单词啊, 低缘音, Po, 和长远音, A, 相拼, 那么我们来看到, 上面标的是第三个声调符号, 按常理来说啊, 我们如果单纯的看下去的时候, 他标的是第三个声调符号, 我们就要发的是, Fa, Fa, 对吧, 但是呢, 你要反应过来, 这个是低缘音, 那么低缘音的拼音规则里面告诉我们, 他标第三个声调符号的时候呢, 其实要发的是, 第四声, 对吧, 那么这个单词呢, 就发成, 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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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继续往后看, 低缘音moha, 那么我们直接啦, 直接反应出来, 标第三个的时候, 发的是第四声, 那么moha相拼moha, 然后发成第四声就是,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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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接着往下看, 低缘音, no, 特殊原因, am, 看到他标的是, 第三个声, 呃, 第三个声调符号, 那么直接反应出, 我们要这个单词发的就是, 第四声, 那么, no, am, noam, 然后发第四声, 怎么发, n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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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继续往后看, 低缘音, co, 和, 特殊原因, i相结合, 我们看到他标的是, 第三个声调符号, 我们直接反应出, 他要发第四声, 那么, coi, coi, 然后发成, 第四声就是, c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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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第三点, 我们讲到的是, 低缘音和特殊原因相拼的时候呢, 他呢, 是和他与, 常原因相拼的时候是一样的, 发的是第一声, 那么, 第四点,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啊, 大家一定要记住了, 低缘音, 原音相拼的时候, 在出现有声调符号的时候呢, 发音的时候, 往后推一调, 意思就是说, 你看到他标的这个声调符号的时候, 他标的是某一个声调符号, 那么你在发音的时候呢, 就要往这个, 撇出来标出来的这个声调符号的后边呢, 推一个声调, 也就是说, 当标到第二个声调符号的时候呢, 发的是第三声, 而标第三个声调符号的时候呢, 发的是第四声, 大家课后呢, 一定要记住了啊, 然后呢, 多多看一下, 然后自己进行练习, 自然而然的呢, 久而久之呢, 直接看到的时候呢, 就能够马上反应出, 他应该怎么发音啦, 大家一定要记住是, 低缚音, 低缚音的时候啊, 大家看到他是低缚音的时候呢, 就马上反应出这条拼音规则, 大家一定要回去多练多读, 熟能生巧啊, 我们接着往下看, 好, 第五点, 那么, 在实际的单词当中呢, 只有标第二声调符号, 和第三声调符号的情况, 也就是说, 在实际的单词里边呢, 低缚音与原音相拼的时候, 其实只会出现, 标第二声调符号, 和标第三声调符号的情况, 好, 大家来反应一下啊, 那么, 这里说, 标第二声调符号, 在标第二声调符号的时候, 低缚音, 与原音相拼的时候, 我们应该发第几声啊, 往后推一个对吧, 就是发第三声, 那么, 在标第三个声调符号的时候呢, 往后推一个就是发第四声, 对吧, 那么, 总结出来的, 简而言之呢, 就是说, 低缚音与原音相拼的时候, 一共呢, 只能发三个声调, 一个就是一声, 一个就是第三声, 第三声就是在标第二个声调符号的这种情况啊, 还有一个就是第四声, 发第四声的时候呢, 也就是标第三声的声调符号的时候啊, 大家一定要记住了,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 继续往下看一下我们的例子, 好, 例如, 发第一声的情况, 非常明显啦, 这里呢, 就是我们的低缚音和长原音, 以及特殊原音相结合的时候呢, 就会出现发第一声的这个情况啊,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低缚音, 常原音啊, 相拼, 好, 看到第二个, 低缚音, 常原音, 往下看, 低缚音, 常原音啊, 再往下看, 第一缚音, 特殊原音, 爱, 白, 白, 第一缚音, 特殊原音, 好, 最后一个, 低缚音, 特殊原音, 好, 非常简单, 发第一声的情况呢, 其实就有两个, 一个就是和, 低缚音和长原音, 以及低缚音和, 特殊原音, 好, 往下看, 发第三声的情况, 什么情况下呢, 才发第三声呢, 也就是在出现到, 标的是, 第二个声调符号的时候呢, 那么, 就会发第三声啊, 我们来看一下例子, 看到凡是标第二个的, 我们就直接反应出, 他要发第三声啊, 那么这个就是, 那, 那, 下一个, 低缚音, 特殊原音, 爱, 标第二声, 发的是第三声, 就是, 我爱, 发第三声, 卖, 卖, 好, 再往下看, 可和, 短言音, 啊, 可啊, 然后, 标第二个声调符号, 要发第三声就是, 卡, 卡,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 一辅音, 可, 长原音, 呜, 标的第二个声调符号, 要发第三声, 可, 呜, 发第三声, 酷, 酷, 好, 最后一个, 一辅音, 嘛, 长原音, 呜, 标第二个声调符号, 要发第三声, 嘛, 呜, 发第三声, 嘛, 嘛, 好, 我们再来看到, 下边一行, 就是发第四声的这种情况, 什么时候我们才发, 第四声呢, 其实是有两种情况的, 刚刚我们说到的第一点就是, 低符音, 在与短言音相拼的时候, 对吧, 他就是发的是第四声啊, 好, 我们就来看到, 第一个单词就是, 刚刚老师说的第一种情况, 低符音和短言音相拼, 低符音, 呦, 短, 短言音, 呜, 呦, 呜, 然后直接发第四声, 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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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么后边这些呢, 也就是老师要说到的第二种情况, 在出现到音调符号的时候, 他标的是第三个声调符号, 那么我们呢, 叫发的是第几声啊, 第四声啊, 我们来看例子, 低符音吗, 长元音, 呦, 标的是哪个声调符号啊, 第三个声调符号对吧, 那么我们直接就要反映出, 要发第四声啊, 摸啊, 发第四声, 马, 马, 好, 看下一个, 低符音, 呦, 特殊元音, 呜, 标的是第三个声调符号, 我们就要发第四声, 呜, 发第四声, 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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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 低符音, 呜, 长元音, 呜, 标的是第三个声调符号, 但是我们要发的是, 第四声, 直接反映出, 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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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第四声, 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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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后一个, 低符音, 呜, 长元音, 呜, 它标的是, 第三个声调符号啊, 那我们反映过来的, 我们要发第几声啊, 第四声啊, 呜, 呜, 然后发第四声, 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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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再看到最后一个, 低符音, 呜, 然后, 长元音, 呜, 它标的是第三个声调符号, 我们要发第四声, 呜, 然后发第四声, 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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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点, 就是在低符音, 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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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稍有一些特殊, 所以, 课后大家一定要复习, 然后多练多读, 可能刚开始呢, 看到这个低符音, 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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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反应, 慢慢的反应过来, 那么久而久之之后呢, 大家很自然的, 一见到低符音, 标有这些声调符号的情况呢, 基本上属于, 呜, 条件反射呢, 就能反应出来啦, 所以呢, 熟能生巧, 大家一定要回去多多练习, 好, 我们再来看到, 今天我们要讲到的第二个部分的内容啊, 其实呢, 这个, 大家看一下, 就是, 尾音这个部分, 老师列出来的轻为辅音, 着为辅音呢, 只是先让大家呢, 有一个了解, 了解到呢, 大概, 太语里边, 会分为, 呜, 有哪一些尾音的情况啊, 在下一节课呢, 的内容里边呢, 老师会更加深入的来讲, 那么首先, 我们是来做一个简单的认识, 好, 我们来看到, 轻为辅音的部分, 大家有没有发现, 轻为辅音这个部分, 轻一色的全是我们的低辅音, 对吧, 放眼望去, 都是我们的低辅音, 我们学到的低辅音, 有哪几个低辅音, 可以作为我们的尾音使用呢, 大家来看一下, 第一个就是, 呜, 低辅音的, 呜, 呜, 第二个就是, 呜, 呜, 第三个是, 呜, 呜, 下边一个就是, 呜, 呜, 最后我们要看到的是低辅音, 呜, 呜, 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这五个, 低辅音呢, 可以作为我们的, 泰语里边的尾音使用, 也就是我们的轻尾辅音, 包括呜, 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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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个, 都能作为尾音使用啊, 那我们来看到, 下边一排就是, 同样的也是尾音, 但是呢, 是, 着尾辅音, 好, 有三个, 大家有没有发现, 都是我们的, 中辅音, 对吧, 那么有我们的, 呜, 还有, 呜, 着音的啊, 呜, 还有, 呜, 同样是着音的, 呜, 那么这三个, 中辅音呢, 也能作为我们的尾音使用, 那么在这里呢, 大家, 老师只是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有那么多个, 辅音呢, 能够作为泰语里边的尾音使用啊, 好, 我们现在来看到的是, 我们的第二部分的内容, 生词, 今天我们要学到的是, 有关于, 时间的一些生词啊, 首先我们来看到, 第一个学习到的单词, 时间, 时间, 好, 我们可以, 现在我们可以来尝试一下, 自己来拼出这个单词啊, 刚看到一个单词的时候, 我们可以尝试一下来, 自己来拼读一下, 好, 这个单词我们要怎么拼呢, 我们来看, 把它分成两个部分啊, 前边这个部分, 以及后边这个部分, 我们先来看到, 前面这个部分, 是我们的低辅音, 我对吧, 还有, 这个, 长元音, 只有一个小拐杖的, 是扁嘴的小嘴的, 对吧, 那么, 我和A相拼, 低辅音和长元音相拼发第一声啊, 我和A相拼, 我, 我A, 喂, 喂, 喂啊, 那我们再来看到第二个部分, 低辅音, 老和长元音啊, 应该非常简单吧, 老啊, 啦, 那么连起来, 时间这个单词呢, 我们就把它读作, 喂啦, 喂啦, 好, 太语里边时间这个单词呢, 我们就读作, 喂啦, 喂啦, 时间, 喂啦, 好, 我们来看到第二个单词, 半, 一半, 这个单词要怎么读呢, 仔细听老师的翻译啊, 半就是 我们往下看第三个单词, 正就是几点几点正, 或者是正宗的正宗的那个, 正啊, 这个单词要怎么读呢, dr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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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啦, 是小嘴的啊, dr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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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往下看, 下一个单词, 分钟, 分钟, 分钟一个单词, 我们要怎么读呢, na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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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钟, nati, 我们看到下一个单词, 多少点, 多少点钟, 这个单词我们要怎么读, m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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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要记住啊, 呃, 大家要仔细听了啊, 是小嘴的, 然后有一个类似于后鼻音的尾音啊, m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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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再来看到下一个单词, 也是能够表示几点啦, 几点钟, 或者呢, 是我们的手表, 钟表, 这个单词要怎么读啊, nari, kā, nari,kā, 好, 再来听一次啊, nari,k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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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表, nari,kā, nari,kā, 好, 我们来看到下一个单词, nari,kā, nari,kā, 怎么读呢, wik nari,k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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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实我们来可以看到啊, 把它分成三个部分来, 大家试着自己拼一下这个单词, kīp 音和短缘音相拼, 发的是, 第四声啊, woh i, 然后发第四声就是wik, wik, 又第二个, 非常简单啦, no a, na, 第三个也是非常简单的, kā, 和i, kā, i,kī, 那么连起来就是wik nari,kā, 我们的秒就是wik nari,kā, 我们再从头看一下今天我们学到的单词, 首先时间, wik nari,k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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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了解牙关的啊,kā, 有个尾音, 后皮音一样的尾音, k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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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个, d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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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钟, na tī, na tī, 大家有没有发现, 分钟和秒, 非常, 方言非常类似呢, 分钟是na tī, 秒是wik nari, 秒, 比这个分钟呢, 多了前面是这个wik, 啊, 大家记住啦, 分钟, na tī, 下一个单词, 点钟, mong, 小嘴的, 有一个后鼻音, m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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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往下看, 下一个单词, 钟表, na li,kā, na li,kā, na li,kā, 好, 看到最后一个单词, 秒, wik nar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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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 这就是今天我们学到的有关时间的单词, 我们往下看, 第三部分, 常用一句, 好, 看到第一个句子, 就是也是非常非常实用的一个句子啊, 大家想要问说现在几点了, 现在几点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使用到这个句子,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 da ni, 现在, 现在, da ni, 现在几点了, 我们可以问, da ni, kik mong lel, 就是现在几点了, 我们再来变暗, da ni, kik mong lel, da ni, kik mong lel, 好, 我们再来变, 现在几点了, 我们就可以说, da ni, kik mong lel, da ni, kik mong lel, da ni, kik mong lel, 好, 我们往下看, 下面就是一些, 说明终点的, 这个, 短语啊, 我们来学一下, 那么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学习怎么说, 只是时间啦, 我们下来看到, 第一个, 就是我们要说, 几点几点整的时候, 几点整的时候, 我们怎么说, 我们看一下例子, 我们要说六点整, 六, 那还记不记得, 之前有学过数字六, 怎么说啊, k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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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koh, 那么点呢, 点我们刚刚学到的单词是什么, m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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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那么六点连起来就是, koh, mong, koh, mong, 再说几点几点几点的时候, 几点整的时候, 我们可以直接说, koh, mong, 就是在, 用到这个mong, 这个词, 比如说我们想说, 三点, 三怎么说, 3, 加上点, 三mon, 三点, 四点呢, 四怎么说, si, 加上这个mong, simon, simon, 对吧, 或者, 后边括号里面是什么, 刚刚我们学到的是整, 整点这个单词怎么说, tron, tron, 对吧, 我们也可以把它说成, koh, mong, tron, 就是, 六点整, 我们也可以说成, koh, mong, tron, 就是更准确的, 正好六点, 六点整, hok, mong, tron, hok, mong, tron, 或者简单的说, 我们就是在mong的前面, 加上我们要说的, 几点这个数字就可以了, 或者直接就是, hok, mong, hok, mong, 啊, 我们来看到下边, 要说到, 几点几点半的时候, 呃, 刚刚我们学到了半这个单词怎么说, 咬紧牙关的, 有个, 呃, 像后鼻音一样的尾音的那个单词,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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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半就是kong, 那么点半, 几点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子啊, 7怎么说, 大家还记得7怎么说, j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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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7,jit, 7点半怎么说, 7点, jitmong, 加上一个半kong, 7点半就是, jit, mong, kong, jit, mong, kong, 7点半, jit, mong, kong, jit, mong, kong, 啊, 7点半, jit, mong, kong, jit, mong, kong, 啊, 也就是说我们在想说几点几点半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 在, mong, kong的前面, 加上我们要说的几点的数字, 比如说, 早上八点半, 八怎么说, bap, 对吧, bap, 八点半, bap, mong, 9点半呢, 9怎么说, kong, 9点半, kong, mong, kong, kong, mong, kong, 10点半, 10怎么说, sip, sip, 10点半就是, sip, mong, sip, mong, kong, 好, 我们往下看, 下面呢, 我们学的是, 几点零几分, 就是不是整点, 也不是整个点半的这个情况的时候要怎么说啊, 我们来看到例子, 8点20, 8点, 分成两个部分来看啊, 8点我们怎么说, bad, mong, 对吧, bad, mong, 8点, 点, bad, mong, 那么, 8点20, 就是比8点要多出了, 20分钟, 对不对啊, 那么20, 刚刚我们要学到分钟这个单词怎么说, nati, 20怎么说, 大家还记不记得, 20, 回音一下啊, 20, isip, 对吧, isip, 那么, 分钟怎么说, nati, 那么, 这在这里呢, 8点20我们连起来就是, bad,mong, yisip, nati, bad,mong, yisip, nati, 所以, 我们看到这里, 如果你要说, 几点多少分了, 你就可以在, 几这个数字, 几点啊, 点这个数字后面加上, mong, 多少多少分, 就是在, nati的前面加上, 这个多少分这个数字啊, 就是mong, nati啊, 那么, 8点20就是, bad,mong, yisip, nati, 如果, 9点15分要怎么说, 9点, gau mong, 15怎么说, 10和5, sip, 5呢, ha, 15就是sipha, 加上nati啊, 9点15就是, gau mong, sipha nati, gau mong, sipha nati, 啊, 就是这样来说的啊, 那么, 如果10点10分了呢, 10, sipha nati, 10, 10分, sipha nati, 10点10分就是, sipha nati,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 看到这里, 要说的是, 18点, 在这里我们要学到的一个, 就是, 如果是出现了, 24小时次, 24小时至的时候, 24小时至的时候, 我们出现了18点, 19点, 20点这种情况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说啊, 我们就不再用到, mong这个单词了, 我们就要把它换成, 另外学到的一个, 中点, 或者是中表, 这个意思, 这个单词, nari ka, nari ka, 如果我们看到, 这个, 用24小时至表示的时间的时候, 比如说, 18点的时候, 我们就说成, 18怎么说, 10, sipha呢, bet, 点起来, sipha, 18点40分, 18点, 我们把这个点换成了, 出现24小时至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换成, nari ka, 这个词啊, 那么18点就是, sipha, nari ka, 后面的40分, 也跟上边我们使用到的这个, 是一样的, 40怎么说, 40怎么说, sip, sipha, sipha, 那么后边加上, 分钟, nati就是, sipnati, 连起来, 出现24小时至的时候的时间的时候, 我们就要说成, 比如说, 18点40分, 我们就要说, sipha, nari ka, sipnati, sipha, nari ka, sipnati, 如果是19点50分, 我们要怎么说呢, 19点同样是4小时至的, 19后面加上, nari ka, 19怎么说, sipkao, sipkao, nari ka, 50分, 50怎么说, ha,sipnati, 19点50分就是, sipkao, nari ka, ha,sipnati, sipkao, nari ka, ha,sipnati, 好, 这就是今天我们学到的常用语句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 现在几点了, 怎么说啊, dani ki mong leo, dani ki mong leo, 好, 下面我们学到的, 有关时间的表示方式, 几点几点整, 我们就可以说, 几点, mong, 就是前面加数字, 数字, mong, 那么六点整就是, ho,mong, 或者说, ho,mong, dong, 下面几点几点半, 我们可以说, 在前面加数字啊, 在,mong, 的前面加数字, 比如说七点半就是, 在,mong, 八点半, 在,mong, 啊, 下面学到的是, 几点零几分, 就是, mong分, 我们用nati来表示, 比如说八点二十, 我们就要说, bad mong, he sif nati, bad mong, he sif nati, 好, 我们再来看到最后一个, 二十四小时制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说呢, 把mong换成nari ki, 分钟同样用nati表示, 把数字填进去, 比如说十八点四十分, 我们就要说, sip bad nari ki, sif nati, sip bad nari ki, sif nati, 好, 这就今天我们学到的, 关于时间的常用语句,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 今天我们这节课的内容呢, 就到此为止啦, 谢谢大家一定要记住啦,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 继续往下看一下我们的例子, 例如, 发第一声的情况, 非常明显啦, 这里呢, 就是我们的低辅音和长远音, 以及特殊远音相结合的时候呢, 就会出现八第一声的这个情况啊,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低辅音, ko, 长远音啊, 相评, ko啊, 他, 他, 好, 看到第二个, 低辅音, no, 长远音, i, noi, noi, mi, 往下看, 低辅音, mo, 长远音, a, moa, ma, 好, 再往下看, 低辅音, fo, 特殊远音, ai, poi, bai, 低辅音, no, 特殊远音, ao, moa, no, 好, 最后一个, 低辅音, yo, 特殊远音, am, yoam, yam, 好, 非常简单, 发第一声的情况呢, 其实就有两个, 一个就是和, 低辅音和长远音, 以及低辅音和, 特殊远音好, 我们往下看, 发第三声的情况, 什么情况下呢, 才发第三声呢, 也就是在出现到, 标的是, 第二个声调符号的时候呢, 那么, 就会发第三声啊, 我们来看一下例子, no, 和, 啊, no, 啊, 看到凡是标第二个的, 我们就直接反映出, 他要发第三声了啊, 那么这个就是, na, na, 下一个, 低辅音mo, 特殊远音, i, 标第二声, 发的是第三声, 就是, mai, 发第三声, mai, mai, 好, 再往下看, koh, 和, 短言音, 啊, koh, 然后, 标第二个声调符号, 要发第三声, 就是, kah, kah,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 if in,koh, 长远音, 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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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的第二个声调符号, 要发第三声, koh, 发第三声, kuh, kuh, 好, 最后一个, infin, mah, 长远音, a, 标第二个声调符号, 要发第三声, mah, 发第三声, mah, mah, 好, 我们再来看到, 下边一行, 就是发第四声的这种情况, 什么时候我们才发, 第四声呢, 其实是有两种情况的, 刚刚我们说到的第一点就是, b辅音, 在与短言音相拼的时候, 对吧, 他就是发的是第四声啊, 好, 我们就来看到, 第一个单词就是, 刚刚老师说的第一种情况, b辅音和短言音相拼, b辅音, 呜, 短, 短言音, 哎, 有哎, 然后直接发第四声, 也, 也, 好, 那么后边这些呢, 也就是老师要说到的, 第二种情况, 在出现到, 音调符号的时候, 他标的是, 第三个声调符号, 那么我们呢, 叫发的是第几声啊, 第四声啊, 我们来看例子, 第辅音吗, 长远音啊, 标的是哪个声调符号啊, 第三个声调符号啊, 对吧, 那么我们直接就要反应出, 要发第四声啊, mo a, 发第四声, ma, ma, 好, 看下一个, 第辅音, 特殊原因, am, 标的是第三个声调符号, 我们就要发第四声, no a, 发第四声, no a, no a, nam, nam, 好, 接下来, 第辅音, lo, 长远音啊, 标的是第三个声调符号, 但是我们要发的是, 第四声, 直接反应出, lo a, lo a, 发第四声, lo a, lo a, lo a, 好, 后一个, 第辅音, co, 长远音, i, 它标的是, 第三个声调符号啊, 那我们反应过来的, 我们要发第几声啊, 第四声啊, co i, co i, 然后发第四声, 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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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再来看到最后一个, 第辅音, po, 然后, 长远音, a, 它标的是第三个声调符号, 我们要发第四声, po a, 然后发第四声, po a, 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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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 呃, 关于低辅音的拼音规则啊, 大家一定要回去的时候要多复习, 因为这个刚刚讲到的第四点, 就是在低辅音原因相拼的时候, 出现到声调符号的这个情况呢, 稍稍有一些特殊, 所以呢, 课后大家一定要复习, 然后多练多读, 可能刚开始呢, 看到这个低辅音, 语言音相拼出现声调符号的时候呢, 还要稍微呢, 做一些反应, 慢慢的反应过来, 那么久而久之之后呢, 大家很自然的, 一见到低辅音, 标有这些声调符号的情况呢, 基本上属于条件反射呢, 就能反应出来啦, 所以呢, 熟能生巧, 大家一定要回去多多练习, 好, 我们再来看到, 今天我们要讲到的第二个部分的内容啊, 其实呢, 这个大家看一下, 就是尾音这个部分, 老师列出来的轻微辅音, 濁微辅音呢, 只是先让大家呢, 有一个了解, 了解到呢, 大概, 太语里边, 会尊雷, 有哪一些尾音的情况啊, 在下一节课呢, 在内容里边呢, 老师会更加深入的来讲, 那么首先我们是来做一个简单的认识, 好, 我们来看到, 轻微辅音的部分, 大家有没有发现, 轻微辅音这个部分, 轻微辅音的全是我们的低辅音, 对吧, 放眼望去, 都是我们的低辅音, 我们学到的低辅音, 有哪几个低辅音, 可以作为我们的尾音使用呢, 大家来看一下, 第一个就是, 呃, 低辅音的, 呃, 呃, 第二个就是, 呃, 呃, 第三个是, 呃, 呃, 下边一个就是, 呃, 呃, 最后我们要看到的是, 低辅音, 呃, 呃, 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这五个, 低辅音呢, 可以作为我们的, 泰语里边的尾音使用, 也就是按照, 按照它的这个, 标出来的, 声调符号的话, 我们是要发第二声的就是, 卡, 对吧, 卡, 呃, 卡, 对吧, 卡, 但是呢, 低辅音的拼音规则告诉我们呢, 并不是按照它所标出来的这个声调符号发音, 而是要往后推一个, 就是, 意思就是标的是, 第二声我们要发的就是, 第三声, 那么这个, 单词我们就要发成,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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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好, 大家一定要注意了, 这两个呢, 发音是相似的啊, 但是前一个是跟短缘音相结合的, 那么它发音上呢, 就是短促的, 卡, 而后边这个是长缘音, 我们就要发成, 卡, 大家在读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区分长短缘音,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个例子, 低辅音, no, 和长缘音, ay, no, ay, 然后, 我们看到了, 它标的是, 第二个声调符号暗常理来说, 我们应该发成, na, 对吧, 但是, 它是低辅音, 注意了, 它是低辅音, 那么, 反应出来的就是要往后推一个声调的发音, 那么, 这个单词我们就发成, na, na, 好, 我们再来看到下一个, 下一个, 低辅音, no, 和特殊原因, ay, my, 看到它标的是第二声, 暗常理来说, 我们应该发的是, 第二声的声调啊, 但是, 马上反映出低辅音的拼规则, 如果按常理来说, 我们应该发成, my, 对吧, 但是, 马上反映出低辅音的拼规则, 就是往后推一个声调, 那么, 这个单词我们就要发成, 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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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 我们来看到下一个, 我们直接来反应啦, 看到第二声调, 那么, 我们就直接反应成, 它要发第三个声调符号, 发第三声, 那么, 这个单词就是, p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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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再来往下看啊, 低辅音, kaw, 长远音, 啊, 好, 我们来看到, 这个标的是哪一个声调符号啊, 来看到这里, 这个标的是哪一个声调符号啊, 标的是第三声的声调符号, 按常理来说, 它应该发的就是, kaw, kaw, 对吧, 第三个声调符号, 但是呢, 我们要反应出, 低辅音的拼音规则, 它就要往后推, 标的是第三个声调符号的时候呢, 就要发第四个音调, 那么我们就要把这个单词发成, k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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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再来往下看这个单词啊, 低辅音, paw, 的长远音, a, 相拼, 那么我们来看到上面标的是第三个声调符号, 按常理来说啊, 我们如果单纯的看下去的时候, 呃, 它标的是第三个声调符号, 我们就要发的是, fai, fai, 对吧, 但是呢, 你要反应过来, 这个是低辅音, 那么低辅音的拼音规则里面告诉我们, 它标第三个声调符号的时候呢, 其实要发的是, 第四声, 对吧, 那么这个单词呢, 就发成, f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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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继续往后看, 低辅音, mo, 和a, 那么我们直接啦, 直接反应出来, 标第三个的时候, 发的是第四声, 那么mo, 和a, 相拼, mo, 然后发成第四声就是,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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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接着往下看, 低辅音, no, 特殊原因, am, 看到它标的是, 第三个声, 呃, 第三个声调符号, 那么直接反应出, 我们要这个单词发的就是, 第四声, 那么, no, am, noam, 然后发第四声, 怎么发, n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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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继续往后看, 低辅音, co, 和, 特殊原因, i, 相结合, 我们看到它标的是, 第三个声调符号, 我们直接反应出, 它要发第四声, 那么, toy, toy, 然后发成, 第四声就是, 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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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再来, 回顾一下, 啊, 第三点, 我们讲到的是, 低辅音和特殊原因相拼的时候呢, 它呢, 是和, 它与, 常原因相拼的时候是一样的, 发的是第一声, 那么, 第四点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啊, 大家一定要记住了, 低辅音原音相拼的时候, 在出现有声调符号的时候呢, 发音的时候往后推一调, 意思就是说, 你看到它标的这个声调符号的时候, 它标的是某一个声调符号, 那么你在发音的时候呢, 就要往这个, 写出来标出来的这个声调符号的后边呢, 推一个声调, 也就是说, 当标到第二个声调符号的时候呢, 发的是第三声, 而标第三个声调符号的时候呢, 发的是第四声, 大家课后呢, 一定要记住了啊, 然后呢, 多多看一下, 然后自己进行练习, 自然而然的呢, 久而久之呢, 直接看到的时候呢, 就能够马上反应出, 它应该怎么发音啦, 大家一定要记住是低辅音, 低辅音的时候啊, 大家看到它是低辅音的时候呢, 就马上反应出这条拼音规则, 大家一定要回去多练多读, 熟能生巧啊, 我们接着往下看, 好, 第五点, 那么, 在实际的单词当中呢, 只有标第二声调符号, 和第三声调符号的情况, 也就是说, 在实际的单词里边呢, 低辅音与原因相拼的时候, 其实只会出现, 标第二声调符号, 和标第三声调符号的情况, 好, 大家来反应一下啊, 那么, 这里说标第二声调符号, 在标第二声调符号的时候, 低辅音与原因相拼的时候, 我们应该发第几声啊, 往后推一个对吧, 就是发第三声, 那么, 在标第三个声调符号的时候呢, 往后推一个就是发第四声, 对吧, 那么, 总结出来的, 简而言之呢, 就是说, 低辅音与原因相拼的时候, 一共呢, 只能发三个声调, 一个就是一声, 一个就是第三声, 第三声就是在标第二个声调符号的这种情况啊, 还有一个就是第四声, 发第四声的时候呢, 也就是标第三声的声调符号的时候啊, 今天我们要学习到的是第十三课, 时间, 本课的主要内容呢, 同样也是三个部分, 发音练习, 生词, 和常用语句, 好,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要学习到的发音练习有哪些, 大家是不是还记得, 在上一节课的课程当中呢, 老师给大家讲到了, 中辅音, 以及高辅音的拼音规则呢, 大家现在来回忆一下, 上一节课我们学到的主要内容, 中辅音, 首先来回忆一下中辅音的拼音规则, 中辅音在与长元音相拼的时候, 发的是第几声啊, 发的是第一声, 那么中辅音在与短元音相拼的时候, 发的是第几声啊, 发的是第二声, 那么中辅音在和特殊元音相拼的时候呢, 同样发的是第一声, 还有第四个中辅音的拼音规则呢, 就是中辅音凡是出现有声调符号的, 就按声调符号来发音, 所以中辅音呢, 总共呢, 就能够发出五个声调, 好, 那么我们下面呢, 再来回忆一下有关高辅音的拼音规则啊, 那么同样首先, 高辅音如果和长元音相拼的话, 要发哪一个声调呢? 对, 是发第五声, 那么高辅音在与短元音相拼的时候呢? 和中辅音与短元音相拼是一样的, 发的是第二声, 那么高辅音和特殊元音相拼的时候发的是哪一声啊? 同样是第五声, 那么高辅音有声调符号的时候呢, 同样也是遵循了, 标什么样的声调符号呢? 就按他所标示的声调符号来发音, 但是, 重要的一点是, 但是高辅音呢, 在日常的单词里边使用里边呢, 只会出现到第二个声调符号和第三个声调符号, 大家一定要记住了, 那么总结归纳起来了, 那也就是说高辅音呢, 只能发三个声调, 就是第二声, 第三声和第五声, 好, 那么我们马上来看到, 今天我们要学习到的低辅音的拼音规则, 好, 首先我们来看到第一点, 低辅音的拼音规则, 首先看到的是, 低辅音与我们的长元音相拼的时候, 发的是第几声呢? 低辅音与长元音相拼的时候, 同样的, 发的是第一声, 这个呢, 跟中辅音的拼音规则的第一点呢, 是一样的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这个例子, 好, 首先看到第一个, 是我们的低辅音, 和长元音啊相拼, 发的是咖, 咖, 好, 我们来看到第二个, 是我们的低辅音, 和我们的长元音, 相拼, 我们再来看到第三个, 这个是我们的低辅音, 哪个低辅音啊? 那么长元音是哪个长元音啊? 小嘴的哦, 对吧? 那么这两个相拼就是, 好, 紧接着看下边这个, 这个是低辅音, 那么这个两个小拐杖呢, 就是大嘴的, 那么 好, 好, 再来看到下一个, 低辅音,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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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长元音哦相拼呢, 就是, 那, 好, 再来看到下一个, 是低辅音, 那, 长元音是哪个啊? m, 咬紧牙关的, 对吧, 拼起来就是, m, 好, 再来看最后一个, 低辅音, 了, 长元音是哪个啊?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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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了, 了, 好, 那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低辅音和长元音相拼的时候呢, 它发的是, 第一声, 和中辅音是一样的啊, 中辅音和长元音相拼的时候呢, 也是发的第一声, 好的, 我们再来看到第二个音规则, 低辅音, 与短元音相拼的时候呢, 发的是, 哎, 发的是第四声, 第四声, 第四声是哪一个声调啊, 大家还记不记得呢? 如果不记得的话, 大家就从头开始回忆,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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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第四个声调就是啊, 第四声调就是啊, 那么, 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当低辅音和短元音相拼的时候呢, 发的就是第四声, 啊, 啊, 那我们直接来看一下例子, 首先看到第一个单词, 是我们的低辅音, 可, 那么上面呢, 是短元音的, 以, 以, 可, 以, 然后发成第四调, 可, 以, 以,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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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再来看到下一个, 低辅音, 超, 下边那个是, 短元音的, 五, 超五, 超五, 然后发成第四调怎么发,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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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来看到第三个, 同样的是我们的低辅音, 头, 与我们的短元音, 啊, 头啊, 然后发第四声,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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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一定要在发音的过程中注意了啊, 是和短元音相拼的, 那么呢, 发音呢就是短促的,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好, 再来看到下一个, 低辅音, 然后两个小拐杖的, 还有两个小蝌蚪的是大嘴的, 然后发第四调, 好, 我们再来看到下一个单, 下一个单词, 低辅音, 我们的轻微辅音, 包括这几个, 都能作为尾音实用啊, 那我们来看到下边一排就是, 同样的也是尾音, 但是呢, 是拙微辅音, 好, 有三个, 大家有没有发现, 都是我们的中辅音, 对吧, 那么有我们的, 高, 还有, 拨音的啊, 拨, 还有, 同样是拨音的, 拨, 那么这三个中辅音呢, 也能作为我们的尾音实用, 那么在这里呢, 老师只是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有那么多个, 拨音呢, 能够作为太语里边的尾音使用啊, 好, 我们现在来看到的是, 我们的第二部分的内容, 生词, 今天我们要学到的是, 有关于, 时间的一些生词啊, 首先我们来看到, 第一个学习到的单词, 时间, 时间, 好, 我们可以, 现在我们可以来尝试一下, 自己来拼出这个单词啊, 刚看到一个单词的时候, 我们可以尝试一下来, 自己来拼读一下, 好, 这个单词我们要怎么拼呢, 我们来看, 把它分成两个部分啊, 前边这个部分, 以及后边这个部分, 我们先来看到, 前面这个部分, 是我们的低辅音, 哇, 对吧, 还有, 这个, 长元音, 只有一个小拐杖的, 是扁嘴的小嘴的A, 对吧, 那么, 哇和A相拼, 低辅音和长元音相拼, 发第一声啊, 哇和A相拼, 哇, 哇, A, 喂, 喂, 喂啊, 那我们再来看到第二个部分, 低辅音, 了和长元音啊, 应该非常简单吧, 老啊, 啦, 那么连起来, 时间这个单词呢, 我们就把它读作, 喂啦, 喂啦, 好, 太语里边时间这个单词呢, 我们就读作, 喂啦, 喂啦, 时间, 喂啦, 好, 我们来看到第二个单词, 半, 一半, 这个单词要怎么读呢, 仔细听老师的翻译啊, 好, 半就是, 好, 我们往下看第三个单词, 正, 就是几点几点正, 或者是正中的, 正中的那个正啊, 这个单词要怎么读呢, dr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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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啦是小嘴的啊, dr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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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往下看, 下一个单词, 分钟, 分钟, 分钟一个单词, 我们要怎么读呢, na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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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钟, nati, nati, 好, 我们看到下一个单词, 多少点, 多少点钟, 这个单词我们要怎么读, m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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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要记住啊, 呃, 大家要仔细听了啊, 是小嘴的, 然后有一个类似于后鼻音的尾音啊, m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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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来看到下一个单词, 也是能够表示几点啦, 几点钟, 或者呢, 是我们的手表, 钟表, 这个单词要怎么读啊, nati, kā, nati, kā, nati,kā, 好, 再来听一次啊, nati,k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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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表, nati,kā, nati,kā, 我们来看到下一个单词, mio, mio, 怎么读呢, vīt nat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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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实我们来可以看到啊, 把它分成三个部分来, 大家试着自己拼一下这个单词, 低谱音和短缘音相拼, 发的是第四声啊, vīt nati, 然后把第四声就是vīt nati, 那第二个非常简单了, nō, nā, nā, 第三个也是非常简单的, k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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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īt nati, 那么连起来就是vīt nati, 我们的鸟就是vīt nati, 好, 我们再从头看一下今天我们学到的单词, 首先时间, vēl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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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 kā, kā, 咬紧牙关的啊, kā, 有个尾音, 后皮音一样的尾音, k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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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一个, dō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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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钟, vīt nati, vīt nati, 大家有没有发现分钟和秒, 非常, 发音非常类似呢, 分钟是nati, 秒是vīt nati, 秒, 比这个分钟呢多了, 前面是这个vīt啊, 大家记住了, 分钟, nati, 好, 下一个单词, 点钟, mōng, 小嘴的, 有一个后笔音, mō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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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往下看, 下一个单词, 钟表, nā lika, nā lika, nā lika, 好, 看到最后一个单词, 秒, vīt nati, vīt nati, vīt nati, 好, 这就是今天我们学到的有关时间的单词, 我们往下看, 第三部分, 常用语句, 好, 看到第一个句子, 就是, 也是非常非常实用的一个句子啊, 大家想要问说, 现在几点了, 现在几点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使用到这个句子,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几点了, 现在几点了, 我们可以问, dā ni gī mong leo, dā ni gī mong leo, 就是, 现在几点了, 我们再来一遍啊, dā ni gī mong leo, dā ni gī mong leo, 好, 我们再来一遍, 现在几点了, 我们就可以说, dā ni gī mong leo, dā ni gī mong leo, ngo, ngo, 有点像后鼻音的那个低腹音啊, ngo, 然后这个, 是, 我们的哪个短缘音啊, ngo, 大嘴的, 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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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把第四声, 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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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来看的最后一个, 是我们的低腹音, ngo, ngo, 然后是我们的短缘音, e, 对吧, 那么, wā, wā, 然后发成第四声, w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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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一定记住了, 这是低腹音的前两条拼音规则啊, 低腹音的第一条拼音规则, 低腹音与长缘音相拼非常的好记, 和中腹音一样, 发的是第一声, 那么, 低腹音和短缘音相拼的时候呢, 就不同于中腹音和高腹音与短音相拼的时候的规则了啊, 它非常的特别, 发的是第四声一定要记住了, 发的是第四声, 那么哪个是第四声呢, 啊, 啊, 那个非常上扬的那个声调就是我们的第四声, 好, 我们往下看, 好, 我们来看到第三点, 低腹音, 注意了啊, 是低腹音, 与我们的特殊缘音相拼的时候呢, 我们发的是, 同样我们发的是第一声,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规律呢, 凡是任何的腹音与特殊缘音相拼时候所发的这个声调, 都与这个腹音和长缘音相拼的时候, 发的那个声调是同样的声调呢, 中腹音和长缘音结合的时候, 发的是第一声, 那么他与特殊缘音相结合的时候也是发的第一声, 而高腹音呢, 与长缘音相拼的时候发的是第五声, 那么他在与特殊缘音相拼的时候呢, 也是发的第五声, 同样的, 看到我们的低腹音, 他与特殊, 与长缘音相拼的时候呢, 发的是第一声, 那么他与特殊缘音相拼的时候, 也是发第一声,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下边举的例子, 第一个例子, 第一个词, 同样是我们的低腹音, 那么和我们的特殊缘音, 相结合, 好, 我们再来看到第二个, 是我们的特殊缘音, 发, 纯耻音, 发, 与我们的特殊缘音, 相结合,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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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来看到第三个, 是我们的弹词, 和我们的特殊缘音, 跟我们的特殊缘音, 相结合, 就是, 好, 我们再来看到下一个, 低腹音, 跟我们的特殊缘音, 跟我们的特殊缘音, 好, 看到最后一个, 低腹音, 跟我们的特殊缘音, 大家一定要记住, 特殊缘音, 低腹音与特殊缘音, 相拼的时候呢, 发的是第一声, 好, 我们再来看到第四点, 低腹音与缘音, 相拼的时候, 有声调符号的时候呢, 发音要向后推移调,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句话啦, 有声调符号的时候呢, 一定要向后推移调, 是什么意思呢, 好, 我们来看下一句话就解释啦, 也就是说, 假如说, 我们这个声调符号呢, 标的是第二声, 这个第二声的声调符号的时候呢, 发音的时候往后推, 二的后面呢, 就是三, 那么标的是第二个声调的时候呢, 我们发音呢, 要发第三声, 好, 我们看到, 如果它标的是第三声的声调符号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发的是第四声, 低腹音在语言音相拼的时候, 有声调符号的时候发音呢, 要向后, 记住啦, 向后推移调,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当你看到这个, 声调符号, 标的是第二个声调, 也就是发啊, 这个音的时候, 标的是啊, 这个音的声调符号的时候呢, 它的音呢, 不是发第二声, 而是发到第三声, 就是发成啊, 那么如果它标的是第三声的这个声调符号的时候呢, 它的发音呢, 要往后推一个, 就要推到第四个声调符号, 发的就是啊, 这个音, 大家一定要记住啦, 低腹音, 这个在出现那个声调符号的时候呢, 发音呢, 是非常的特殊的, 它与中腹音和高腹音不同, 中腹音和高腹音呢, 都是按照声调符号来进行发音, 但是呢, 这个这里呢, 低腹音呢, 就是在有声调符号的时候呢, 发音的时候, 注意啦, 它标的是一个声调符号, 但是发音的时候呢, 要往这个声调符号的后一个, 往后推一个, 发的是它后面的那个声调符号的发音, 也就是说, 标第二声的时候发第三声, 标第三声的时候呢, 发第四声啊, 我们马上来看一下下边这个例子, 好, 我们先看到, 第一个, 第一个, 按道理来说啊, 标的是第二声, 我们来看, Ko和A, 就是, Ko A, 然后发第二声, Ko A, 卡, 对吧, 它标的是第二声啊, 我们看到是第二声的符号, 卡, 但是, 啊, 我们马上要反应出来了, 第一腹音和原因相聘的时候, 出现声调符号的时候, 它并不是按它所标的声调符号发音, 对吧, 它要往后推, 那么, 它标的是第二个声调符号, 照常理来说, 应该发的是, 卡, 但是往后推一个, 就要发成第三声,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单词发的就是,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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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再来看到下一个, Ko和A, Ko A, 然后发成第二声, 原本啊, 如果我们来,